谁能想到当时跳出这曼妙舞姿的 是一个已经47岁的舞者 大部分这个年龄的舞者 要么退居幕后作为评委 要么已经转行其他旨意 而他依然坚持着 这一跳就是一辈子 为了使身材纤细 他结识了20年 并且让表演更加的形象 留了30年的长指甲 光保养费一年就18万 2012年春晚 雀之恋表演的孔雀开评 仿若真孔雀来到了现场 成为当年网友票选最受好评的节目 一时间话题无数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孔雀舞的魅力 他就是孔雀公主杨丽萍 孔雀舞不像其他舞蹈那样 大开大合热烈奔放 从每一个人体关节的细致变化中 来还原真实的孔雀 即使是一个手指甲的变化 也要很好的体现出孔雀开嘴的姿态 也因此对人的肢体掌控能力要求很高 而一般的基础练习 都是沿用外国芭蕾舞的练习方法 比如压腿下腰等动作 让杨丽萍觉得 只会使身体变得越来越硬 不符合传统中国民族舞蹈的柔韧性 于是开发出了自己的练习方法 独自深入到云南大山里 看蝴蝶飞翔时翅膀是怎样抖动的 看孔雀是怎样的一个动态 一平一动都在模仿 为了达到动物的姿态 有的时候甚至是通宵练习 这样几乎疯狂痴迷的状态 使他在舞蹈的造诣上越来越高 2005年的云南映像 向世界展示了来自中国云南浓郁的民族风情 依据获得世界上唯一公认的文化艺术赞助大奖 万宝龙国际艺术赞助大奖 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三个中国人 稀有度堪比奥斯卡 成功地将民族舞带给世界 让世界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少数民族的魅力 有人曾这样评仰丽萍 不风魔不成活 他为了自己的舞蹈事业放弃了婚姻 网上也有很多的人借此来抨击他 说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有一个儿女 他却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繁衍后代 是为了看花儿怎么开 水是怎么流 太阳何时升起 夕阳又是何时落下 万千生命都可以是我的孩子 一个人不该被定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活着的方式 杨丽萍用一生诠释了舞蹈 在她的生命里舞蹈就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